王耀玉議員 所有的高雄市民朋友大家好 那有關今天的設政部門 那本席也提出一些針對我們各局處 該要來做說明的 以及未來怎麼樣讓我們高雄地區 我們整個在設政部門的業務 來推動更好 讓我們所有市民朋友 可以享受我們升格大高雄的一個福利 好 首先在社會局的部分 那在林園有拖映中心的設置 那當然設置以後 很多居民 很多我們市民朋友 針對拖映中心那邊設在 林園那邊有設立拖映中心 風評非常不錯 導致那目前都是齊次一位籃球 很多家長都還在排隊等候當中 那相關的拖映中心在林園的林園北路上 因為那一邊也 有一家我們的老人活動中心 那提供非常好的場所 所以在社會局在前幾年 在那邊設置以後 那很多我們林園的區民 甚至有一些市民朋友 他們去過的風評都不錯 所以在本席要了解齁 那目前我們總共的拖映的席次齁 在林園 拖映中心有多少 多少個床位 然後我們還可以再擴增嗎 或者是要怎麼樣來調整 讓我們拖映中心的一個空間 可以得到照顧更多的一個小朋友 讓我們家長可以安心的來就業 那這一點請局長來做答覆 我們請姚局長來答覆 謝謝趙捷言 謝謝議員的關心 我們目前林園公託 我們核定的收託人數是40人 那目前收託的人數已經額滿 是40人 那目前候補的人數有27人 所以目前其實是滿的沒有錯 真的一位籃球嘛 所以在這27人 有些家長已經等了三四個月 當然他也要 因為要大部分都是有 有這個上班的壓力 有經濟的壓力 他才會想說趕快來 來把他送到我們的公託中心 那我們怎麼樣來解決這個困境 其實我們也有居家拖映的服務 所以我們進來也一直在推動說希望 也可以參考我們居家拖映式的服務 那我們林園這一區主要是 由福音科技大學協助的居家拖映服務中心 可以來幫忙媒合我們license 要符合資格的這樣子的 過去大家都講保姆啦 其實我們現在正式的叫法是居家拖映的專業人員 居家拖映在林園地區有幾 有目前登記合法以及它符合我們的需求的 大概有幾家 這是個人的數字 我們現在可以幫您 有幾位 對一下 整區有1091位 這第二大區 是林園嗎 但是這一區是不只林園 但是其實不一定 它只能夠用林園在地的 它其實附近區域的保姆 其實他們是會協助 也不能地點太遠 你地點太遠根本 所以我們有分六大區 有分六大區 是 那事後把林園 大寮 那有幾位個人的有符合的 那這些資料也提供給本席 當然我們也要做媒介媒合 也要來讓家長知道說有這個 也有居家 居家拖映的一個 這一方面的一個政策 當然如果可以在我們老人活動中心那邊 是不是還有樓層還是有其他的空間 還可以再擴充 這一點也請局長 會後去了解一下 然後再向本席報告 如果真的空間不夠 那也不能壓幾道 因為目前林園的 我們的長青活動中心 使用率蠻平凡的 也是主事需求很高 它每個樓層都是非常有 有一些老人的活動 或者是老人的一個 一個他的在那邊做一個休閒 那你如果壓縮到也不好 所以我們看怎麼樣來做有限的調整 真的不行的話 有沒有其他的空間 像目前在林園地區或大寮地區 還有沒有其他的空間可以來擴充 這一點再請局長 空間只是其中一個要件 其實還包括這些專業的照顧人員 還有團隊還有經費 沒有錯 就是要全部要這個到位 不是只有說有空間 沒有人也可以 是不是這樣 因為林園已經是38區的 其中有設公託中心的 其中還有很多區是還沒有設公託中心的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我們會極力來爭取 但是我們目前的狀況也是讓議員知道 好 再加強來設置 看會後有一些 有一些去現場了解 再向本期報告 好請坐 還有在社區式的照顧服務 社區式的照顧服務 在老人福利方面 我們有日間照顧中心嘛 那日照中心目前在我們高雄市 我看我們的業務報告裡面 總共有列有12家 那大寮那邊的日照中心 日照中心那邊的也是也有設置 林園還沒有設置 我看業務報告裡面有寫到 林園是就是未完成 在日照中心未完成 那就表示說那林園是要設在什麼地點 設在什麼地點 那林園的部分 大概什麼時候可以來設置完成 那大寮目前的日照中心 日照中心那邊的 目前我們的長輩的使用率 長輩在那邊的情形怎麼樣 這一點也請我們局長 局長來做答覆一下 來請小姐這樣答覆 可以完成 謝謝召集人 謝謝議員的關心 其實我們大寮的日照中心是已經完成了 我們是在大寮老人日間照顧中心 是由一箱居家護理室 在二樓 是不是在二樓 在二樓 好 繼續啊 那 那林園呢 林園是目前未完成嗎 林園目前的部分 因為我們衛福部有交辦個縣市政府在 在規劃日照的時候 它是由社會局跟衛生局跟原民會會一起分工 那我們林園的這個部分 呃 是由衛生局來主政 那我們定期都有在開會 那 製造衛生局 在這個部分已經很積極的在跟在地的衛生單位有在洽談當中 那目前我們日照中心有分社會局跟衛生局 還有原民 對 就分三個部分 那主要還是社會局啊 那衛生局的部分是屬於衛生局那邊的預算 還是屬於我們社會局這邊的預算 中央 中央 同樣都是衛福部 但是有照護司跟社家署 那社會局是社家署 那衛生局是 所以林園的製造中心就屬於我們衛生 市政府衛生局 他要設置的 是這樣嗎 對 由他們去跟照護司 透過衛福部衛政的經費 來譯住 那目前進度怎麼樣 那局長你就不了解了 對 目前我們只知道他們有積極在 在找尋合適的地點跟執行的團隊 好 那目前 那本席剛剛所問的 那大寮目前的 日照中心 他那邊現在有 有幾位長輩在那邊 二十五位 二十五位 那總共我們可以容納 可以來收取幾位 可以三十位 三十位 好 那在那邊 也 我們也提供了一些日照中心的一個專業服務 所以我們 在這一方面 還要再 要更加強 讓我們日照中心做得更 更那個更完善 是 那有關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是 啊 社區關懷據點 在整個 我們高雄市三十八個行政區 有很多區 有很多區 的社區 都有做社區關懷據點 當然還有 還有很多區 很多 很多的社區 發展中心 還沒有設置 那我們可以來輔導 因為社區關懷據點 也是在老人 老人福利方面 他可以做到 我們的老人 也類似老人日託 這一個 這一個 我們的關懷據點 可以照顧 也讓我們的 長輩 可以 大家 在 在活動的過程當中 讓他們可以 身心可以更舒暢 這個也可以延緩他們的 他們的一個年齡 這個也是非常好 所以 在關懷據點方面 也請社會局 在 今年 今年我們再多 福島社區 多來 共同 來 來 照顧我們的 一個長輩 是 議員報告 我們目前 全高雄市 在今年 終於已經達成了 全市的 38區 都有設置 社區照顧據點 目前有 206處 我們現在 積極輔導 在地的社區發展協會 跟在地的組織 來設立 這樣子的關懷據點 在地服務老人 我們預計 105年的年底 希望 渴望可以達到 213處 那我們 明年的年底 按照我們福島的進度 希望可以達到225處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我們都非常積極的在辦理 今年是213 目前已經206 希望今年年底是213 好 那 那 把這個成績 到年底 再把這個成績提出來 看有沒有辦法達到 是 我們朝這個目標來努力 好 謝謝 好 謝謝 請坐 那 那 在 勞工方面 在勞工局方面 有關 職業災害 因為我們高雄地區 是一個工業城市 當然在工業城市的一個發展 在就業人口非常多 那相對在工廠裡面難免會有一些 一些災害 尤其是職災 這個職災也 我們也 都非常 要請勞工局 要加強查契 那當然在我們的勞檢方面 在勞檢處方面 在職業災害發生啟動了以後 我們勞工局 第一點就是要介入 先了解我們的勞檢處要介入 了解 他發生職災的一個情況 然後再調查看 他內部的一個疏失來做 他們的一個 不管說懲處也好 或者是讓資方那邊 來做一個改善 避免以後再發生類似的職災 那有關這一方面 我們勞工局的做法 來請我們局長 來做答覆一下 請你局長答覆 謝謝超級人 謝謝王議員 那麼高雄市 這個對這個 這個重大職災死亡的案件 非常重視 那麼103年來說 是發生了44 幾次 44 44個人死亡 那麼104年 就是38人死亡 那麼對於每一件 重大職案件 我們勞工局都會派 去做這個重大職災檢查 那麼除了就針對他 違法規律不復的 予以處分之外 那麼也會要求他做改善 那麼我們會 每一件都會做追蹤 那你們追蹤的他們有沒有改善 或者是他們改善完了以後 有沒有做同樣的這個職災的情形 又再發生 有沒有有沒有這種情況 根據統計 我們每一件 那個 直災 這個改善情況 我們全部都追蹤 每一家都會有改善 都會改善 沒有叫做不改善 都有改善 那麼這麼多人來 只有一家 有從從從無發生過一件 在中鋼公司 那如果沒有沒有改善完成 那我們怎麼做 那麼就看他是 這個沒有改善的缺失 那麼看依法處理停工處分 或是說行政罰款等等 是這樣 當然 我們目的不是要罰款 目的就是要 讓他改善 讓他整個符合 我們勞工的一個安全標準 對對對 避免說有發生直災啊 對不對 所以這一點 是為了保障勞工的作業安全 所以這一點齁 勞工局 站在整個我們 高雄那麼多的就業人口 尤其是大型 是是是是 來 再兩分鐘 好那 第二個就有關 職業訓練齁 在今年的四月齁 那林園第一次辦 啊我們相關的 啊職業的訓練訓練服務 那在四月份辦的 這個就有關文創方面 那成效非常好 非常不錯齁 很多我們 啊林園的市民朋友 他來報名齁 整個都額滿啊 在開訓的時候 我去到現場 啊看到也非常感動 所以這表示齁 啊以前我們高雄市齁 從來都沒有在 啊這個 以前高雄縣的一個行政區 來辦 齁鳳山當然比較靠近城市 靠近高雄市 所以他有辦過 那林園那邊第一次辦 啊成效非常好 所以這個要落實齁 要擴大 除了林園以外 還有其他的像大寮啊 還有啊 我們很多行政區 需要的 那請勞工局齁 這邊 再來辦一些 我們相關的職業訓練 包括啊那個讓失業 讓失業的失業的勞工 他可以來學一些技能 啊又可以在 以後又再輔導就業 所以有關這個職業訓練方面齁 也請我們勞工局齁 啊在我們要加強 來輔導來設置 那是不是請我們局長齁 來打呼一下好不好 是謝謝王議員的關心啊齁 那麼今天我們在這個林園區啊 辦了一場這個天然素材 加工創作班了齁 那麼已經在4月26號開班了齁 那麼預計在這個6月29號開 演講跟節訓 到時候歡迎王議員有空的話 來跟我們執照 那麼我們一直希望說啦 這個能夠公平付費執行資源啊 希望說一區一特色齁 所以現在我們都儘量鼓勵齁 那麼到偏鄉去齁發發展 是符合當地文化創意 跟齁特色的這種職業 那今年年年可以再辦一場嗎 呃 有需求的話齁 只要他有經費有需求 我們都會再辦 是 我們回去檢討看看齁 還有多少經費可以運用 是 那謝謝 謝謝 謝謝王耀映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劉新正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我們社會局啊 我們客委會啊 我們委員會啊 還有勞工局的這個同仁 辛苦你們了 首先我想請教一下那個社會局 好 要局長 那個 目前我們請美區日照中心 是每個區都有 剛剛你好像說每個區都有嘛 是不是 日照是每一區都要設 但是有些已經完成 那現在還有21處 那你好像說你在美農最近要找一個地方嘛 是不是 美農啊 我們社政衛政有分工 那美農這個部分是由衛生局在負責 那怎麼美農的日照中心會是會是衛生局呢 不是你社會局是怎麼分工 你分工的這個這個基本的標準是什麼 中央我們我們每一個縣市的區域數報給中央之後 中央原則上會按照不同的區位來設置 那它的分配目前我們自己來看 它比較是都市型的可能是分在衛政 那比較偏向型的會是由設政 那這樣的話你的日照中心的裡面的這個服務的內容有沒有不一樣 比如衛生局跟社會局它不一樣在哪裡 其實它的裁員是不一樣的 但是它的服務大項目是一樣的 但是它的規格如果衛政的當然它會找比較醫療單位的屬性 那我們設政就會比較是屬於健康 雅健康然後失能失智這一部分來做 那也有幾個區位是由原民會來執行的 那它就是設在原鄉的這些區位就是由原民會來執行 我覺得這個應該整合一下吧 那難道說社會局它負責的日照中心 它就比較不需要衛生局的服務的那個項目嗎 我想這個這個是不是我覺得有點奇怪呢 它中央設置的是很複雜 但我相信它有它的要點 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評鑑跟它的比照的法規是都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確是很複雜沒有錯 這複雜 那我覺得在裡面啊 服務的內容我是覺得對有些老人家可能是 我覺得可能會有不太公平的 我是覺得坦白說我聽你這樣講 我還是覺得說很奇怪 我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說搞不好內門的就是衛生局的 美濃的就是社會局的 有些可能美濃比較就符合衛生局的 按照服務內容來說的話 是不是 因為每一個區每一個日照中心 都一定一定有具備我們社會局跟衛生局的所謂服務的內涵 一定都有都有這樣的需求 是 一定都有 絕對不是只有社會局的或只有衛生局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奇怪 我覺得我們這個要檢討一下 是不是 還是這個東西雖然中央有這樣的做法 我們高雄市政府這邊 我們是不是要有我們整合的這個計势在裡面 整合計势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說老人的生活啊 那個心理健康非常重要 我上次定期外我也有跟你說過 這個老人的年紀到了某一種年 七十幾歲八十幾歲了 他對於未來有時候很茫茫然 對不對 茫茫然過程當中如何讓他 並不是只有我們平常所辦的活動 或是我們硬體設備 所以就能夠解決他的心理上的枯燥茫茫然的 這樣的一個對未來沒有希望的這樣的一個生活 如果說他是這樣的一個心態的話 我們的日照中心 事實上呢也沒有辦法解決我們原來是希望他有一個很好的一個生活環境 對他對他很好的照顧 這樣的一個提供的這樣一個協助呢 我想是不夠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局長 思考一下 把跟外面的那個心理衛生中心 心理衛生中心的都跟他們做結合 我們是不是我們每一個我們剛剛有幾百個兩百多個吧 我們的日照 日照服務中心呢 兩百多是社區關懷照顧聚集 對 那這些呢是不是我們跟張老師也好 跟家服務中心也好 跟他們呢都有 給他們 給他們呢就是說 就是分開來哪些家服務中心呢 是負責哪些張老師負責哪些 那平常活動的時候 老人活動的時候呢可以請他們 來跟我們搭配一起來做活動 來了解來解決這些 年長的長輩在心理上所面臨到的一些障礙 這個東西呢沒有專業的人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個是相當專業的 也絕對不是說我們平常辦一些活動呢 然後呢就能夠解決他心裡面的一些苦悶 我講這個東西 這一部分啊 我是希望說局長能夠充實下來 我局長真的是做得非常不錯 但是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是不是能夠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局長你覺得怎麼樣 也讓那個議員了解一下 其實我們不管是從社家署下來這邊 我們社會局執行或者照護司下來 衛政執行的這個部分 同樣的製造中心裡面 我們都會有 針對長輩的生活照顧 肢體復健文康休閒交通接送餐飲服務 這個兩個單位都有社工也都有護理人力都有的 現在是護理是身體我講的是心理 心理方面的協助我想非常重要 好局長 這個心理上的適應問題 我講對年老人的人是 比年輕的人 年輕的可能他在工作上 我們比較會注意到 但年老的人往往這一方面是被複視的 好不好 是 局長我覺得這一部分 我覺得我們社會局 雖然做了很多硬體 然後有些軟體跟你也做 但這一部分我是覺得是欠缺的 要再加強 好不好局長 麻煩一下好不好 是 還有你的那個這個日照中心啊 現在我們 譬如說 是不是在齊山、秦美地區 或者是高雄市其他地區呢 都是有社區巴士 如果有的話 盡量 跟社區巴士 跟我們的日照中心的能夠做結合在一起 他們每天要去的時候 有沒有 日照本來就有交通接送 日照本來就有交通接送 有交通接送 在裡面 好我覺得這個很好 那這個是不錯 好 局長請坐 還有一個 那個 對不起 局長還有一個 我忘記了 還是要問你 請教你 現在 我們 各個區內 都經常有年長退休的人的 這些組成的一些團體 好 譬如說像美農 光是合唱團 就有三個 都是年長的喔 他們都要出國比賽 好 像這些我們社會局有給他們 平常有給他們協助 有跟他們接觸嗎 和唱團出國比賽 不是 平常他們的一些活動 我們有跟他們接觸嗎 如果 我並說他們出國 對 他們如果有 平常 他必須就是有立案申請的社團 我們這邊就是會定期去了解他的狀況 因為都是年長的喔 像所有的年長的團體喔 我是覺得說 我們社會局 因為他們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角色 包括也解決了我們很多老人的一些生活上的問題 我想我們社會局應該可以主動的跟他們接觸 我們老人社團的確是很多 好不好 可以主動的去跟他們了解 高雄總共有四千多個各式各樣的社團 也越來越多是長輩會參與 好不好 局長謝謝你請坐 接下來 我要什麼客家話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這個古修衛國主委 主委 請訪問來 請主委 若白眼的人可以說主動不會差 對於應用的內部份的客家法 不讓客家法這樣講法反應 所以其實上 所有的案件呢 就因為 客家法的反應問題 我看到要報告 我看到要報告 我看到要跟我們說 政府在萬多 要更肯定 肯定的啦 不過我看到有兩件事情 有一個事情 有一個事情 用五十萬 要做六十萬 來做文創的工作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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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抗 我一會兒說 有一個計劃很麻煩 就是 因為在有一個永遠總統 我們因為應該要 吸收 各年才能進入 我們要進入的地方 所以我們 今年用一百萬 要一百萬 分做兩萬五十萬 要兩萬 去最高補出五十萬 本一個年 一個團隊 進入去 在有一個永遠總統 尋找差 來開店 要開店 年後的東西都開 比如說 我們要做麵包 我們要做設計 還有我們要做 用的文化創業都可以 主委 本省度的國學 不是完畢的國學 有事情去結束嗎 並沒有 因為我們要跟 抵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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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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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 這個文創人才 如何協助他 能夠繼續做下去 事實上呢 我覺得說 不要只利用我們 客委會 單一個單位 的力量 好 不如我們 偵選出來了 我覺得一個是 五十萬一個二十五萬的 老實說可能太多一點 可以再分更新一點 比如說可能十萬 十萬 你可以用五個 這是一個 並不是價錢的問題 並不是一個 我給你多少錢的問題 而是對他本身 他這個文創能力的 創意的 這樣一個肯定 而如果得到了你的肯定之後 我覺得說 現在我們有很多的 協助創業的 然後創業以後 協助你去怎樣的 讓這個創業能夠成功 的機制 客委會不要去單獨去承擔 有很多的機制 我們可以去利用 現在中央的做法 像這樣的一個做法 譬如說你文創你出來了 結果你零選出來了 可以利用他的 可以利用他的 這個文創的計畫書 他的計畫書 就可以去中央 透過直接保證的方式 取得資金 協助他營運 然後另外一方面 請經濟部來協助來輔導他 來協助來輔導他 這樣的話呢 也讓我們 也讓他這些創業的人才 我們好不容易選出來的人 我們不只是兩個 我建議他 看他十萬塊就可以了 我們選五個出來 你知道嗎 讓他呢 用其他的 一個政府的 一個協助的機制 來讓他呢 來共同來使用 讓他來成功 台灣呢 在這方面是非常完整的 我一直覺得說 我們 政府機關呢 不要呢 各自為政 應該政府各機關的機制功能 能夠結合起來 好 那很多的 因為業者也好 廠商呢 他很多呢 他並不容易 他並不是 他能夠同時了解很多 所以像類似這樣的事情 我們 我是希望說 我們都應該去了解 有哪些單位 這些呢 協助的部門 有協助的機制 好不好 我覺得像這個呢 我們好不容易 我看到了呢 我們應該是 多去利用這些人才來協助他成功 我想這個是很重要 還有 主委 我們呢 有沒有 因為很多人說 到美容去吃客家美食 客家美食都坦白說 我覺得客家美容 客家美食的 值 的提升 還有大大 大大的加強的這樣的空間 我想你也知道 你問 你有沒有想過說 辦客家 客家美食廚藝競善 我記得好像以前 許機長 許主委的時候有辦過 你現在好像沒有辦嗎 有沒有 有 我們去年跟中央客委會合辦 客家美食料理大賽 那包含從雲林以南的縣市 都可以參加 是跨縣市的 你坐我們自己高雄市來辦就好了 那在美農 好不好 好主委請坐 因為我還有很多的問題 請坐 好 謝謝 我請教原民會 主委 現在 現在呢 我們的原鄉 的建設預算 好 三個地區現在獨立的 預算總共是多少 跟主席還有我們議員 跟議員報告 我們由市府編列的提出 預算大概兩億七千多萬 那另外當然還有另外跟中央爭取 那我們在預算以外的 對 好 再兩分鐘 政府 高雄市政府的多少 按照 我舉一個 桃園鄉 桃園鄉 一億九千 一億九千多 桃園鄉 就一億九千多嗎 那桃園鄉 和平之前是多少 和平前就 我不再 不編列在我這 我就不是很清楚 我在這邊 我要求 主委 擔負起這個責任 今天 既然我們的三個原鄉都已經出去了 財政上是已經獨立了 就讓他自己去 自己去建設嘛 當然就我們這邊市政府呢 還是有 還是我們是 我們高雄市的一個區啊 但是呢 財政上他現在是獨立嘛 自治區嘛 對不對 他的預算 建設預算 絕對不能少於 高雄縣市合併之前的預算 你做得到嗎 目前的預算 應該是比縣市合併前 我 我想 應該是沒有 有 我跟你報告 在縣市合併前 高雄市政府沒有編列原鄉的這個 部落安全計畫 高雄縣是有啊 那現在合併之後 我們就有編列 對啊 不能少於高雄縣時代的 好 我只給你這樣一個要求 是 不能少於 他在高雄縣的時候的 桃園鄉的預算 不會 一定高原 絕對不能少 好不好 因為 他獨立以後 他是當時把錢全部交給高雄市了 你知道嗎 他回去以後 我們就直接編人事費 就這編人事費 那當然我也會鼓勵他們 能夠在公共交產 我還有一個問題 好 謝謝 這個主委 我的要求是這樣子 好 那個勞工局 請教局長 高雄縣游場停工之後 他呢 設備很多次簽到我們林園那邊 好 大林圖那邊 好 就業人口有沒有減少 好 好吧 再一分鐘 他的這些 勞工 的 就業的人 要跑到哪裡去了 局長 能不能答覆一下 來 請理局長答覆 那麼 根據我們的了解 那麼這個 原本在高雄運動場這些員工啊 那麼除了他們自己半退之外 都分散到其他比如說 林園場或是那個大林場 了解一下 當時 要簽場的這樣一個計畫呢 中油公司 有跟當時的金發局長 也就是本熙 承諾 他一個人都不會裁 好 注意一下 看他有沒有裁員 他當時有承諾 好 好不好 就我們所知道是沒有裁員 好 謝謝 好 那如果說還有7秒鐘 主委 那個課委會主委 我們是不是 美農的 是 有沒有想過說前不久 我們美農有一個 一個市場 會談判 請問家 當時如果說出了家庭 如果說那個 那適合力 我們如果說 三個人 我們如果把他們 把他們 承擔下來 可以在那邊辦 也沒有很多活動 包括我們 客人家長 官民你現在要辦 就會在那裡辦 你知道吧 我不曉得 你現在的 你客家的 那種 那種 那個聚辦 整天在哪裡 你在那裡的地方 真的 沒有辦法顯示出 客家 分別的特色 大台語在哪裡 如果說 有一個四個月 或三個月 完全特價的 你在那裡去辦 一定是 所佔計的特色 就不一樣 好不好 主委 你提到 也要牽涉 也牽涉很廣 就是 那個 對 因為私人的產權 那通常是非常複雜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公部門要投入 經費來整修 幾乎是 非常的不可能 那因為沒有 身份 沒有指定 所以 這部分還是得要靠家族 同心協力 共同把這個 合院 來完成修復 或者保存下來 五月二十一號 中央的行政 各位 既然我們 公司的各位 特價的事情 沒有辦到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我們努力 謝謝劉欣正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 黃柏林 黃議員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局處長 還有各位市府同仁 那我想 我前天也很仔細聆聽那個 各局處的報告 那我也看到社會局 也提出很多創新的服務 但是在這裡 我還是要提醒幾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第一個 所有的社會服務一定要排富 我想我在議會 我也一直這樣講 事實上也有人在講說 你怎麼在說 我說這個社會 我們的資源有限 我覺得我們不但要排富 而且還要去做一些整病 事實上楊智良楊書長 他也一直提到一個觀念 包括高熙君高教授 他說他研究世界各國 很多他就是單一的 你只要收入低於水平線以下的 一個標準 那你就應該給予補助 而沒有分那麼多類 其實我們的補助分很多很多類 那還好現在我們有很多資訊科技 可以去做調整 可以去做後控 我們才知道 到底這個補助是不是有效率 事實上你會發現我們政府 就是有時候有一些政策在推動 是沒有效率 就是說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去確實 掌握到每一個人所有的收入的來源 那我是第一個是這樣的一個提醒 第二個 我要跟所有的市府同仁做一個報告 事實上大家我不知道你有沒有了解高雄的財政 高雄到今年我們要付利息的錢 包括公債一年期以下的公債 包括基金已經超過三千億 那換個角度1%我們就要付30億的利息 那有一天如果你看到利率升到2% 那一年就是各位很多的 包括社會福利也發不出來 我們未來要能夠奢介的額度 已經慢慢的逼近到最上限 所以未來你要舉借的額度也大概很難 能夠很大的突破 而且它的已經快到滿水位 另外一個利率的一個會造成實質利息的負擔 那這樣來我再談另外一個數字就是 我們2011年的時候 一個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 以全台灣來講有245萬人 可是少子化以後25年後這個數字降到170萬 剩170萬 就是國小一年級到國中三年級推估 以我們現在的一個出生率 但是65歲以上的我們這些資深的公民 在2011年我們是253萬 可是這個數字到2036年就會變多少 變647萬 因為加了394萬 那原本大概1比1 就是一個在學的學生小一到國三 然後跟一個65歲大概1比1 未來是3.8比1啊 那各位可想未來誰來繳稅啊 我們現在的政府 我們現在的政府 我們現在服務2000多萬 未來剩下1800萬 我們是不是很多要金錢 我們的人力我們的公務系統 是不是也要跟著去調整 因為未來我們要服務的對象少啦 那我們一直開創很多創新的服務 每一個服務都要錢 那我們未來服務的人又越來越多 尤其是社會局很多都是跟那個長輩 未來還要長照 我們還有很多日拖進 什麼都好 但是我們的財源能夠去支撐這個嗎 所以未來我們現在就要開始去思考 我們有哪一些是應該是本人自己要負擔 那有一些是政府應該要做的 那個那個到底的尺度在哪裡 高雄市政府在20年前我們一年的資本門 大概可以到25% 那去年連續三年來大概在15%左右 因為我們每年的固定支出會越來越多 那我們的稅收不變固定支出越高 所以代表你可控制的那個可投資的資本門 就相對就越來越少 所以各位可以想嘛 如果再往後推10年 一年如果加3億那就等於30億 未來10年後那一天什麼都不變 光這個人事成長自然的支出 包括利息的變動 我們一年可能就少了50億啊 那各位想想看我們一年現在才200億的資本門 大概225億的資本門 扣掉80億屆的剩170 再扣掉未來可能少50億 那我們還能做什麼 所以這一些都是未來會發生的事情 我跟大家報告很多事情 我們一年一年在過 我們都覺得沒什麼 累積起來很可怕 我跟大家報告一個數字 我93年當議員的時候 那一年公車債務基金付120億 當時我就想推公車民營 但是那個壓力很大 大家沒有意識到 這個120億到底什麼意思 可是啊 我一直推到101年 那一年 102年 終於推成功 那只有一個理由 因為 那不到10年的時間 大概在8年到9年 我們的公車的債務 從120億 標高到206億啊 我就跟市長建議 我說 如果我們現在不能面對這個問題 未來啊 新的議員質詢新的市長說 為什麼我們的公車債務基金 可能就付400億啊 為什麼 因為那個力滾力很可怕 而且最重要的是沒有效率 你把它改成民營化以後 我們所有的路線釋出 我們不用公車司機 全部都是釋出 讓民間的業者去做 這個服務的競爭 價格的競爭 你看現在服務水準也不錯啊 我們一流 一年節流8億啊 緊密節流8億 所以在這裡 各位你們在負責你們各自的一個 社會服務也好 各種的專案的服務也好 我們有時候要去怎麼想 讓它有效率 只要有效率出來 它能達到效果 而且能降低成本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 我在這裡要提到一個就是說 我們從未來來看 我們的整個稅收 未來的稅收 我看會只會少 不會多 因為繳稅的 而且現在都低薪 未來 未來要繳稅的人 他的收入也未必會很高 那我們的成本 固定成本 沒有那麼高 那未來會產生結果 就是資本們越來越少 那各位不要覺得 城市不會破產 城市還是會破產 美國底特律就破產 前一陣子不是在談苗栗嗎 它所有的支出都僵化了 也很難運轉 但是苗栗還好 它是600億啊 我們是3000多億 我們是3000多億 所以 在這裡我也希望各局處 你們在創新業務的時候 要去考慮那個效益 然後 能夠委外的 能夠去搭配社會企業的 要有這種概念 所謂的社會企業就是 當我們知道企業就是要賺錢嘛 那社會企業就是 他也會賺錢 他也會請員工 但是他賺的錢 會繼續滾存在這個企業裡面去做循環 像中山大學一個正義正教授 他們就在推社會企業 他去跟那個 德文 屏東德文咖啡 然後就請了很多人去種咖啡 然後他們就幫他賣咖啡 賺了錢又繼續請更多的人 然後繼續 去種更大面積的咖啡 它就形成一個正的循環 那這個有一個好處是 我覺得補貼啊 都不是一個最好的政策 補貼絕對不是最好的政策 你們從經濟學來看 補貼最後就是弱化 我上個禮拜六到中山大學 參加我們公事所博士班 我在那邊唸書 我現在是博武的學生 那麼我的學長 他的那個博士 就那個論文的發表 他就是提貧窮 事實上你會發現 所有的貧窮就兩個 我們一般想到貧窮是什麼 你的收入很低 收入限以下 事實上更可怕的是知識的貧窮 知識的貧窮 會讓他根本不認為他有能力去突破這個 所以他永遠就在那個循環裡面 我又覺得我沒有可能 我又自我放棄啊 反正我有博足湯 然後就這樣 他就不可能往上游移動 這個社會要進步很難 因為他也不認為他可以 所以我們一定在各種社會補貼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不只是給他錢 而是我們常講的 給他魚不如給他釣魚 那我請問大家 我們在給這些補貼的時候 我們有給 有沒有給他一點 告訴他 除這個社會補助以外 你還有一點點社會責任 讓他能夠有機會 有信心 有管道 能夠渡過難關 也能夠向上有移動 那我們這個 所有的資源 才會讓他往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方向前進 那如果我們一直在捕捉 我跟大家講 事實上 如果啦 依我們現在狀況 未來我們的財政會越來更僵化 所以各位只要看那個報紙 你看看利率有一天 利率變2% 你就知道你們的業務還要再減半 如果利率飆到3% 你們大概也沒什麼工可以辦 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的 總債務就是這麼多 人家講 債務像吸血鬼 永世不滅 他就一直跟著你 除非你有能力還 我們有沒有能力 沒有能力 我們去年 過去幾年 每年都是100多億 然後去年好一點 但是還是負70幾塊80億 所以我們的財務是一直在堆高的 所以我在這裡 我也要很誠摯的 要就是說跟社會局相關局處建議說 我們在這個城市 在運作的過程裡面 我們要去注意 所有的補貼 絕對不能只是單純的補貼 我覺得應該要一些 起碼他們在領到補貼過程 還有一些觀念上的改變 這樣比較有進步 往前 給他們一點鼓勵 給他們一點信心 然後你會發現 他就會往上動 那才是對的 不然補貼 你看我們常在說 老闆跟老闆 有什麼不一樣 老闆就關在那裡 他每天都吃飼料 等著被宅 放山雞 他就外面跑 他要追著食物 哪一個價格高 對不對 大家也知道 當然放山雞的價格比較高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都知道啊 但是我們怎麼做 所以我在這裡也要呼籲說 第一個 真的一定要這樣 第二個是 所有老年的問題 一定要更用心啊 為什麼 因為未來這個人口數會非常大 我就舉例嘛 2036年以後 台灣超過65歲的人 整個台灣就超過647萬 萬一那時候 我們整個人口數降到1800萬 那等於三分之一的人 是超過65歲 那這時候 我們的整個財政負擔有可能嗎 我們這麼多的創新服務 能夠維持嗎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去應應 要推各種的 就是講 你不是在課建戶勒 建戶也是會倒的 你要自己要自求多福 所以為什麼要自己要買保險啊 對不對 萬一政府將來沒有能力的時候 你要自己照顧自己 自己也要準備啊 要有存糧啊 不能有 我醫療我怎樣 我們是沒有辦法支撐這麼多的 那這時候應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是互相學習 互相交易 我們要讓市民知道 他個人也要有責任也要有準備 未來他要過一個比較好的品質 不是我們中央推個長照 以後都有所有的預算都有 也沒有那麼容易嘛 你說錢一邊就有嗎 中央政府也很困難啦 林權部 林權院長就講了 金山銀山要自己 哇 他也不可能說匡一個錢 就給個縣市多多少錢 也很困難 所以第一個 我希望我們在新開發的各種 的這個服務方案 基本上本期 如果覺得有意 都是支持 但是一定要 再評估未來的那個裁員的穩定性 然後第二個 在補貼的過程裡面 也要給他們一些 觀念上的一個調整 那第三 有關老年的問題 未來會成為台灣 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主流問題啦 那我們社會局 針對這個有沒有去做一個因應 那以上就三個問題 來請局長答覆 謝謝 請姚局長答覆 請姚局長答覆 的確我們非常的擔憂 面對我們高齡化的這樣子的 年代的來臨 您講的這個趨勢 的確是我們大家要一起注意的問題 那但是處理高齡化的這個問題的同時 其實我也可以藉這個機會 跟議員說明 因為我們馬上要上任的 這個新的衛福部部長 林宙妍 林準部長 其實他對於要怎麼解決高齡化的問題 他是有另外一個不同的角度 他希望可以多一點的經費 在於處理少子化的這個部分 他覺得這個才是 這才是更再前面處理的一種方式 所以我們只是先讓您說明一下說 我們不確定我們再來新政府的方向會是怎麼樣 但是就我們對部長的了解 他對於解決我們現在 人口的架構不平均的這個狀況 我們就他過去的一個方向上 可能會有這樣子的調整 但是對於我們不斷增加像高雄目前 我們去年大家聽到我們是34萬的老人 但是我們每一年其實高雄市增加的老人數 是以18000的增加數字在增加 所以加上我們明年馬上6月長照又要開始 那我們的服務對象馬上就從2萬多變成6萬多的這樣子對象的擴大 那而且包括裁員的部分 您剛剛一直講到裁員的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裁員的部分 我們目前很大部分長照的經費來源 不管是10年長照或是明年長照 還是主要會有中央過來 所以我們地方 不管我們很努力在裁員這部分我們地方做控制 但是我們也是要明確的等到我們新的 到底是稅收制還是保險制 我們當然希望要推動讓市民或是讓國民有使用者付費的一個觀念 要不然我們真的不可能有序提供服務 那我想最後也跟那個議員說明一下 就是針對我們如果有新增的一些方案 說我們設計的一些政策 我們持續的排富 這的確是我們持續在檢討的部分 排富跟合併 那我們在創新的方案的這個部分 其實您看到我們這次的簡報裡面有很多 我們說是創新的啦全國唯一啦等等 其實我們很多是針對工作方法 跟整合服務的方式是創新的 而不是說我們又create一個新的 什麼樣的一個的亮點活動 其實不是 但是我們的確比較多的就是要解決我們縣市合併之後 我們扶援廣大 然後市長也一直希望我們縣市 他也承諾市民我們原告縣跟原告市 我們的福利水平要拉平 所以我們在設點跟福利條件的這個部分 的確也是我們現在非常努力 所以我們可能也會設很多新的點 我們據點一下200多個 整個是各樣多元的各種對象 我們叫651個這個服務據點 我們現在不是說我們一直要打腫臉 充滿著一直設據點 而是我們要解決我們福利這麼廣大 我們又大家都希望是在地服務的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在硬體的一些設點的部分 跟服務內容的這個部分 跟裁員要怎麼籌措 跟我們的方案是不是有照顧到最最最弱勢的 這個刀口上的這個部分 一直就是我們持續在檢討 那我覺得要藉這個機會 感謝黃議員這個部分 給我們很大的監督跟很大的指導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社會局 目前也是朝這個方向在做的 好謝謝黃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執行的議員是周中站議員 好謝謝哈我們主席各位議員 以及我們設政部門的所有局處所長 跟我們主管市民鄉親大家午安 我想幾個問題就叫於相關單位 剛剛有我們很多同事 包括柏林議員講 經費有限都應該要做最適當的處理 包括排富包括什麼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我們先應該把所有我們的效率要提高 社會局長 行政效率要提高 不只社會局我想勞工局等等的相關單位 都要提高 我舉幾個例子 我已經有跟我們社會局的聯絡員講過了 為了個人個資保密 我就用簡單的就不講的名字 我接觸了一個案 他的魅力 他的魅力 在去年 往生 求助我們社會局 當然碰到很多 很多的 釘子 他 他往生了 往生 往生者的太太 跟他的大女兒 都是住在我們私立的安養院 因為可能不只行動不方便 包括精神狀態都已經很麻煩 他的小兒子也是精神障礙 他爸爸忽然間往生 他求助無門 所以在今年 某一天 從他的大樓就跳下來 還好人沒有死掉 他整個因為都我們的效率都太過僵化 我們的制度都太過 呆板 真的很可憐 他因為他往生之後 有一些存款機器 當然不多 他有房屋貸款150萬左右 這個數個不一定準確 我講我不能保密的關係 他存款機器 也有130 40 差不多 雖然不一定完全足夠 但是也差距不大 貸款如果有150 他的機器也有130 只要有辦法把他 協助出來 一切都解決 問題就是他的太太 現在跟他的大女兒住安養院 精神又不理想 連拿硬件證明都沒有辦法 他陪著他的職業 跑騙了所有的金融機構 從油水跑到合作金庫 等等的全部都碰壁 一定要拿到 他所有 合法定繼承人的 硬件證明 當然他的孩子沒問題 但是媽媽跟姐姐 發生狀況 沒有治理能力 我想在這個情況之下 那個男孩子 他的兒子 竟然這樣也是想不開 要跳樓 局長 我請教你 這些不完全是經費的問題 你對這個案子 有什麼看法 有沒有辦法協助 我已經拿給你們聯絡員 至少好幾個半個月以上 請局長答覆 有沒有用最快的速度 這個不能用平信 也不能用掛號信 一定要用快捷的 請局長明確答覆 好 請姚局長答覆 謝謝 是你的補助金會 不是金會問題 是行政的 作為協助的作為 譬如如何取得 他的那些 那個硬件證明 趕快處理他的那個房子 繳清他的房貸 壓力問題 不然壓力沒有解決 你在用那些 所以他在往生的時候 之前他遺言 他的生前遺忘 他的遺志 期待 就是希望他的太太跟女兒 能夠住進去公立的 安養院 結果你們也沒有辦法 說那個制度 沒有空間 局長 我們都沒辦法幫忙 你現在需要多久 才能夠解決他的問題 因為 就我們了解的資料 他本身有一些 辦奉啦 房貸啦 安置費用 的一些需求的這個部分 那有一些 不是我們可以代為他去申請的 要嘛看就是法制局怎麼如何協助 對不對局長我就講 愛心要夠協調要主 這樣才有辦法 不是只有金會 想不開他孩子不知道怎麼 我想不是在這邊 在那邊亂預測的 搞不好如果他二度再怎樣 那時候就不信了 局長 我就拜託不是很多事情 不是只有金會的問題 我想應該要如何協助的 橫向的也不是只有你社會局 看其他的方式法制局 或是怎樣 幫助那些可憐的家庭 局長 你要多久辦得好啊 要請教人 因為我們很多的安置機構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對象 希望可以進駐 那有一些 我的意思 譬如他的那些 這麼貸款 那些是應見證明的等等問題 你看民政局 或法制局等等 可以怎樣協助他 讓他心裡比較寬勢一點 沒有壓力啊 生活過得比較 視缺一點嘛 不敢講說 很安慰啊 至少比較寬勢一點 局長 因為其實 就我們對他來瞭解 他其實的確還是 重點就是有些財務的問題 需要解決 沒錯 他是沒有辦法領出來啊 現在問題是沒有辦法 如果有辦法領出來 就沒有這個利息的壓力啊 房貸解決了啊 我想他這郵局 在那個台灣銀行有90萬 在郵局有四五十萬加起來 就一百三四十萬啊 三十萬 他的房貸 才不夠一百五十幾萬 差距只有二十萬 我想壓力就比較輕了嘛 不然你如果沒有辦法處理 我看這個 拜託你這個重點要抓住好不好 局長 你除了你自己本身社府的這個協助之外 我拜託社府之外的協助 好不好局長 好不好 我們各管已經在協調跨局處的單位 來協助這樣子的一個個案 那但是 他 當時為什麼會需要 定這麼嚴格的一些標準 也是為了保障當事人的權益 不會被其他人 啊 局長我提出這個案 就拜託你們效力好一些好不好 對 我們會努力 但是我們不一定可以 不是努不努力的問題 可以克服一些 好不好 局長我拜託你就協調相關單位盡量協助 好不好 是我們會努力 還有我人五 這個這個大社區有一個案 請你們查的也不知道查怎樣 我都沒有接到回覆 啊我碰到他也不好意思問他 三這個大社區 有一個叫做陳真雄的 他申請低收入戶被你們幹掉 然後複查 是 原因就是因為有房屋什麼交易 是 但是他房屋交易都是講 根本就是去換屋 為了減輕壓力去換屋的 並不是有交易 實際上就是趕快要把大屋變成中屋 結果也被你們誤會說是房屋交易 其實他是 把那些錢全部都說沒有收入 就是有大換中換小而已 局長 這個案 我拜託這個速度 跟著 答覆一下什麼都沒有答覆 啊我碰到那個警託者 我都不好意思跟他問有沒有怎樣 因為他沒有跟我講 也沒有跟我講謝謝愛 也沒有跟我抗議說周園你怎麼不好 齁我想基本上我都給你們這個至少兩三個月了 都沒有答覆 跟議員說明齁 其實我們有身負的案件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那如果說是我們有收欄沒有 沒有跟議員回報這個我們進化解討 趕快去把這個再來堆一次 但是我們只要沒有 只要沒有變更 其實再來講我們有就案保障的這樣子 但是他一變更 他就有賣房子收入的問題 我也都支持那些不應該領的都不能領 不能賴皮的 真的詐騙集團跟那個詐騙集團 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真的詐騙的這個風氣實在很不好 詐靈一樣 我看到那個大家心態都要改變 所以局長你錢永遠不過 但是我拜託你們效率提高 是我待會請我們聯絡人再 提高效率 提高行政效率 我們盡量努力 我們盡量努力 好局長請坐 再來我想 勞工局這個學長局長 我就講過詐騙集團真的很可惡 大家都在學詐騙的 包括車禍也製造假車禍 很多 很多檢舉達人 還有這檢舉那些什麼檢舉達人 不只是假車禍 故意買食品 到那些百貨公司 到那些什麼 這個超商去買 或是7-11 或是7-11 我買我沒有買東西 我就是買那些過期的 我主要專門挑過期的 今天是5月 假設今天是5月11號 周中站你找我都找你 到期的都只要5月10號 那你就溫馨 我不跟你買 我買了之後也不跟你講 買了之後 隔兩三天才講 欸 少年 你們這些 我拿個花票去 食品拿去 你們這些過期的 你們知道嗎 啊自由怎樣 他不是在跟他退貨 假賣說在退貨 其實就跟他整個 你如果不要好啊 別說我準備跟你購 他只是怎麼在購買 他根本就是自由用 變相的在做什麼嘛 大家也知道要做什麼 他如果那麼好心好意 直接就講了 不用隔兩三天才去 講那些是什麼 心知肚明 我最近接到一個案 在求職也有那些製造 做假的 求職的時候 當天譬如今天5月11號 早上8點半應徵 9點還開始上班 上班不到半個鐘頭 就跟老闆講 哎呀我的手臂瘦到什麼什麼油炸的 你在油炸到 被被噴到了 油噴到了 受傷 還好那個雇主知道 馬上到 帶到走營海軍醫院 他跟老闆說 我要帶我指定的 做中站這個什麼 皮膚科 診所 結果他說 我們海種比較近 因為在加工區旁邊而已 開始來了 違反什麼老計劃 還好他都有 該給的都有給 最後就一連串的 經過這個什麼休假三天之後 然後又去三天後又開個一個禮拜的 他三個禮拜都要給他 他三個禮拜都要給他 十個禮拜都要給他 他三天 醫療檢驗證明 拿不出來 我是跟局長 我跟社會 跟勞工時已經講過了 聯絡員 服務得很好 真的這一些都是假求職在爭炸財的 你全部要給他傳簡訊 你好好跟我砍 不然已經已經有好幾個案例被判賠一二十萬 全部都在做敲詐的 這些職業的 這些勒索 所以我拜託我們這相關單位的 這些黃紐的或是什麼 這些做專門做這 學那些詐騙集團的 我看手法都一樣 這人心實在可惡 這個社會真的也是可悲啊 如果大家都用這些不當的 手法 沒有好好的說要真的就職就業 就是想一些五四三 專門要去跟所有的這些雇主 造取不當的這些財務 這社會成什麼社會 還會遺跡的城市嗎 還會這個什麼 幸福的快樂的城市嗎 我想大家都不敢要沾這麼大 局長 我想這個案子你知道嗎 我想 我拜託你們應該 如果真的 再不違反隱私權的情況之下 什麼案例 埋明隱信 應該用這些做教案 跟所有的你們不是勞工 不是只有在保護勞工 也應該要保護所有的投資者 那些商家 也應該不要被那些敲詐 局長你簡單答覆 來 請李居長答覆 來 謝謝超級 謝謝議員 那麼 勞工只出於這個案件 會兼顧勞商的合法權益 那麼當然啦 這個勞工有申訴案件 我們一定會受理的 不過假設這些特殊個案 我們會特別慎重來處理 這一點 局長不然沒有人敢在高雄市投資 沒有不然 沒有那個勇氣在高雄開業 受到很大的這些騷擾 局長 是 我拜託你應該要做一些教程 可以 好 再兩分鐘 謝謝 我想局長 這一些真的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不只勞工其實 不只是在照顧勞工而已 我想這些老闆方面的 也應該讓他們的了解 如果遇到有一些比較 不是智慧型的 是小人型的那些 那些 那些手段的時候 應該要如何避免 保護 除了照顧 應該照顧的勞工 也避免 一些不肖勞工的這些 這一些欺負 我們特別注意審慎處理 就拜託啦 我想你們這案例知道 這應該不只一個案例 以後 所有的 連那些勞工都知道 好啊 你就是這個 什麼 某某某 真的一看都知道 我說我拜託你們應該要如何去 保護所有雙方 我的意思不是都去對一邊 對不對 勞工該照顧 但是其他的 非勞工的 也應該要照顧 這樣才是一個公平 合理有公平正義的 這些政府 最後一個 就是 就請教我們 這個 兵育局 將軍局長 我講 我們 南海的爭議我們不管 至少現在 我們東沙島是高雄 托管的嘛 是不是 我們有沒有辦法來安排 去那邊 繞軍 如果有辦法繞軍 我們用繞軍的方式去 不要說跟人家什麼 宣誓主權 或是什麼開什麼 軍艦飛機去 我們就是 表示說 為了我們 托管的 這些東沙群島的那些官兵們 軍長 你也都用這個 比較弱性的 我們去這個什麼 慰勞啊 去慰問啊 等等的方式 這樣我們不是在說 先是主權 或是什麼跟他這個競爭 我講都不用 我們就是用正常 平常心的方式 去處理 花費又不多 大家不是要用的那麼 面容 事後是講的 那個 在那邊 報導的那麼誇張 請局長 請局長回覆 來請劉局長答覆 謝謝議員 這個協調應該是可以 可以成啊 因為我也知道以前也有去過 那因為本來今年的 鬧軍的行程是排去澎湖 那 對對對 那因為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那是可以 是 那是可以協調的啦 我知道是可以去的 那是我們那些行程 那些行程 我知道 所以我說那是可以協調 只要行程排出來 然後跟 就是空軍的飛機也OK 是可以 對 需要煽動 沒錯 對 是 海軍的這些 英雄的 海軍的這些 接觸的這個項目 希望好好的 有關單位 包括市長 報告 這個城市 我想 慰勞我們的 所有高雄市的 那些 我們的 是 謝謝 是 跟眾議員報告 在你還沒有提出的時候 我們小組就有提出 希望 兵役局局長 還沒有離開以前 能夠安排一下到東沙 已經 已經有 請劉局長來規劃了 好不好 OK 謝謝 周中站議員的執行 接下來 執行的是 許惠毅議員 謝謝 大會主席 各單位主管 各位議員先進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我想 昨天晚上 呃 我們的政節 啊 在晚上八點多的時候 已經進行 伏法 槍決 那當然因為這個 有牽扯到四條人命 還有很多 受害者 家屬 心理的創傷 還有很多社會大眾 很多的惶恐與不安 這個都是付出很大的一個社會成本跟代價 但是本席 不在這個地方討論這個案件 那因為畢竟 呃 也有一小部分的費死聯盟 他認為 無論 人啊 再怎麼犯錯 他最終 還是母親 心目中 那個最單純的小孩 所以站在一個 可能人性的角度 他認為 人 不應該 是 有 決定他生死的一個權利 那本席要把這個議題拉回來 為什麼要用這個做起頭 那根據我們的警政署 的一個統計資料 待會我會請教我們 一下我們勞工局的代理局長 根據我們警政署的統計資料 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受刑人啊 大概出獄之後 有百分之六十以上 就是有六十以上 在感到關過的這些受刑人 出獄之後呢 他在回容 就是在犯案 又回到監獄當中 來受刑的這些人 有六十 那為什麼會 有這麼高的比例啊 根據資料統計 因為很多受刑 出獄之後 他找不到工作 因為有可能是因為 他在裡面的這個一個紀錄 在社會一般人給他貼上標籤 所以啊 我們一般社會大眾 對他們產生歧視 排擠的時候 結果他不容易找到工作 那當然一方面有時候 是因為自信性不足 但是本席要去強調一點 比如像鄭姐 他其實這個案件 整整花了快兩年的時間 這兩年當中 其實也耗掉不少 我們納稅人的血汗錢 尤其是現在啊 因為犯罪率很高 人滿為患啊 幾乎每一間的囚房 都是客滿的狀態 呈現沙丁羽揚 有時候就大家協助 這樣子喔 關在同一個囚室裡面 所以本席在好幾年前 就曾經去提到 今天如果說 能夠讓我們的受刑人 在受刑的過程當中 不管他是輕刑的 少則幾年或重刑的 只要他不是判死刑 或是無期徒刑 的話 他有出獄的機會的時候 這些人會重返家庭跟社會 但最基本的需求 如果他跟社會已經脫解 他完全沒有工作的能力 跟專業能力的時候 他怎麼謀生 當他沒有辦法謀生 一定選擇再度犯案 再回去吃那個免錢飯 所以啊 我們到底 有沒有在勞工局 我們的就位博覽會 這個區塊 把我們的就位博覽會 拉到我們的 看守所裡面去 讓我們有一些 企業主需要工作機會 可以做一個媒合 請代理局 代理那個局長 李局長回答 請李局長答覆 謝謝議員的指教 那麼這個 對更生人的就業服務職業訓練 一直是我們的重點之一 那麼當然我們也了解說了 那麼一般社會上 對所謂更生 他們接受的程度 有時候會有一些落差 所以特別針對這方面來做輔導 那事實上 我們也有 我們也有跟那個 監所 合作辦理這種 就業博覽會 換句話說 會找一些廠商 願意捐納更生的廠商 到監所裡面 讓這些受薪人 快要處理這些受薪人 做當面的媒合 我們一直有在做 局長我請教 這些去申請就業媒合的這些企業主 比例高不高 他們的意願高不高 有沒有事先先跟他們進行溝通跟交易 有有 如果這些企業主本身心裡面 就已經排斥這些更生人了 第一個 去就業媒合的機率一定低 那相對成功機率更低 是 我們在尋找廠商的時候 都會跟他講說 我們是要到監所去 我們對他是受薪人 我都有跟他做一個溝通 他們都了解才會參加 那你覺得媒合的成功機率有多少呢 有沒有統計過 大概幾成 那麼 民事長來講 我們是服務的這個 1140人 那麼就業有703人 大概六成左右 局長 那你有沒有統計過 這些人獲得成功媒合之後 他有沒有可能再度翻完又回到牢裡面來 有沒有做過這方面的一個統計 目前是沒有 目前是沒有 局長 我覺得你需要做這方面的資料 如果我們在這個區塊努力 可以讓一個出獄的更生人 可以重新找到他人生的方向 有那個自信 有一技之能 一技之長 可以讓我們的 對 重返我們的社會 貢獻他的極力 那我覺得 至少 可以減少犯罪機率 也可以保護更多 更多民眾的安全性 所以這一直是本席在強調 我是希望能夠從 源頭那個地方去進行控管 那所以呢 其實好 你先請坐一下 來我請教一下 我們社會局的邀局長 其實我們的看守所 其實也需要很多很專業的社工人員 我想最近的前一陣子的隨機殺人事件很多 那我想我們不願意再提到那個小女生那個事情 因為聽了大家都會很心情會很沮喪 那就是說 今天有沒有結合我們的勞工局 包括我們的基層有一些社工單位 如果他除了有去做我們一些其他 其他單位的一個協助以外 那有沒有一部分的社工人員 願意主動到看守所這個地方 去進行一些心理方面的支持跟輔導協商的 請邀局長答覆 他們其實 矫正司他們有相關的配置 他不一定是用社工 但是他們是用專業的人員 有專職在執行這樣子相關的業務 當然也有從外面的NPO 或者是一些宗教單位也都會安排進去 我所了解其實數量應該不太夠 為什麼 因為現在犯罪率很高 相當高 那相當高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所編制的這些 不管是NPO或者說其他的單位也好 如果這些人力不夠的時候 其實老實講 其實再犯率回容率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那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社會局長能夠重視這個議題 如果有些人對這個區塊有興趣 其實啊 本期曾經經遇到燕仁看守所那個地方 我去擔任過一次的 我還有正式申請 對啊 那後來因為工作忙碌的關係 當時啊 當時我是輔導一個 住在橋頭的年輕人 他因為啊 他是私底下告訴我說 他是受冤枉的 那因為他送貨過程當中 結果緊急跑到他們家說 因為他肇事逃逸 那因為家境又輕喊 請不起辯護律師 那當然因為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轉折啦 那因為後來 後來我也希望說 能夠給他一些心理支持 希望他能夠 回到我們社會的時候 不要有一些負面的情緒 那我想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 如果今天我們每個人 只是個私其子 我們這些正常人 只是一般人的一個工作的狀態 都是在一個正常的軌道 但是我們要去了解 當社會的犯罪分子 一直在增加的時候 其實他就會侵害到 我們的生存權了 所以反而是應該要從 惡的那個地方 源頭去做一些控管 讓這個數量降低的時候 才能夠保護社會大眾的安全 所以即便提醒大家 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倒不如從源頭這個地方做起 讓犯罪降低是最有效的 好 局長你先請坐一下 我想剩下一點時間 我來請教一下 我們的那個勞工局 代理的那個李局長 我想今天 今天有一個電子媒體的報導 說我們高雄都啊 大概是所有之下市裡面 青年的就業人口 外流比例最高的都市 同時呢 跟其他的 外縣市的這些的 平均的薪資比較起來 平均所的比較起來 感覺上高雄的青年薪資大概 低了五千塊左右 左右那只是統計 那就是說為什麼 今天我們高雄的年輕人的薪資 會比較 就其他的都市來講 比較偏低 當然是有些原因 個人 本席個人的一個觀察 其實這個跟我們的產業的類別 有很大關係 像比如說有一些 做一些製造業的 那它的利潤毛利是非常非常之低 甚至是用毛去計算的 所以當他如果沒有辦法 借到一個很大的量的訂單的時候啊 老實講 他根本就沒有辦法去支付他員工的薪資 所以今天 當一個老闆沒有辦法生存的時候 他怎麼有辦法給員工很好的薪資跟待遇跟福利 沒有辦法 所以我想請教一下我們勞工局理局長 針對這個部分啊 我想請教 陳信宇議員應該也有針對這個議題來請教局長啊 他說怎麼樣去提高我們高雄青年的一個薪資的比例 請教理局長有什麼樣好的辦法 請李局長答覆 這個問題我們的陳議員已經請教過你了 本席再回國請教你第二次 謝謝議員 那麼陳議員沒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是 那沒關係 因為 因為我有看到媒體報導是有陳議員說有發表這方面的一個看法 是 那沒關係你也可以直接回答本席 那我想高雄青年的薪資跟其他的指教室比起來 很明顯是偏低大概五千塊左右 那其實呢除了跟我們的產業的類別關係以外 還有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有關 他的工作環境 他的工作環境 是否乾淨整潔 是否危險也有很大關係 我們高雄是一個工業重鎮 勞工朋友非常多 所以其實有很多都是在工場裡面上班在現場 包括有很多都是需要輪班三班制的 所以啊 待會兒我也會請教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什麼 勞動條件 那個課長 對 那局長你先請答覆一下 對 有什麼樣的對策 是 那麼非常謝謝議員的關心 那麼這個高雄是這個薪資水平會比較偏低啊 主要因素第一個當然是產業的型態關係 傳統產業 那麼他的這個這個人工需求 他的薪資需求會比較低 第二就是那個消費水平有關係 高雄是消費水平有關係 那麼真正要能夠改善這個 最主要應該是從這個燒商引資 那麼這個促進產業的升級發展 來增加比較優勢的工作機會 然後改善勞動條件來著手才有辦法做到 那麼就 那麼就勞動局來講 我們當然是一方面 希望說啦 能夠盡量的這個 拜訪雇主 那麼用這個道德確定的方式 希望他們不要 知所語出 只是以這個符合這個 最低標準的這個勞動條件 來對待勞工或者招募勞工 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說 應用這種各種那麼 那麼這個配套的措施 希望說能夠吸引年輕朋友 那麼留在高雄的工作 比如說我們所推的這個 幸福高雄運氣經典等等 用各種方式來做 OK 那個局長 其實你還沒有完全答覆到本席的問題 因為時間有限你先請說 自己現在本席再跟你研究一下一些細節 因為畢竟你現在是代理的階段 我請教一下我們的那個勞檢處的處長 來 處長 我想本席的選區裡面 有人大工業區 就是大社林務 簡稱人大工業區 這個地方其實 尤其是大社 它是一個實化的一個產業類別 很多比例很高 那我想其實很多勞工朋友 如果他是處在一個高危險的工作環境之下 公寫宅有時候也會影響年輕人到那個地方 去就業的意願 尤其現在媽媽很多都生孤兒子 可能家裡面的成員只有一個至兩個左右 那父母親有時候擔心到自己孩子的安全性的問題 有可能他本身是念環工 學工業的 學化工的 可是他就不願意他到工廠去上班 他寧可領低一點點的薪水 可是可能是做一個白領階層的上下班的一個上班族 好 那我們要怎麼樣真正去落實 我們一些勞工朋友 在職場裡面的公安的安全 我們到底有沒有徹底去積查這個部分 到底我們勞工朋友在現場操作的時候 他的安全指數有多高 請部長回答 請周處長答覆 處長不好意思 那有關那個 聯大工業區因為是實話產業 那相對的也是就所謂的高風險的作為場所 所以這一區塊我們一直列為我們勞剪的重點事項 那議員關心的這一部分 我們分兩部分 一部分就是說 業者實話業者 我一直在強調實話業者你要能夠生存 必須要獲得你的臨近居民 大家要認同一個生命共同體 所以一方面我們跟高階指管 一再的跟他們座談 自己要提升自己的安全衛生的水準 另外一方面我們就是現場實施安全衛生的檢查 我們採取比較高的要求 另外就是針對 員工的部分 我們經常要先導 讓他們自己提升自己的安全衛生的認知 我們以這種方法幾個作為 然後希望我們能夠把人大公園區的這邊實話產業的環境 能夠提升改善 好謝謝喜會議員的執行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請坐下 請坐下 替我 請坐下 請坐下